干烧虾人 听起来是一道很传统的中国菜 可是最出名的干烧虾人并不是在中国本土 而是在日本 为什么叻 就在1960年的时候 有一个中华料理师 他的名字叫陈建明 他在当时候日本的电视节目表演过这道菜 所以就这样把这道菜介绍了给日本人 在四川干烧虾仁是用辣豆瓣酱来炒的 这个料理师因为怕对日本人来讲 这道菜太辣了 所以他就加入了番茄酱 还有鸡蛋来配这道菜 用到这道菜没有这样辣 而且当时候日本也很难找得到中国的炒菜锅 所以他的节目上也用了平底锅 让日本人更加容易可以做到这道菜 这道菜酸酸甜甜 有一点辣又不太辣 很适合日本人的口味 所以很受当时日本家庭的欢迎 这道菜在日本叫做Abi Chiri 听说这个料理人也是第一个在日本开四川餐馆的人 这个麻婆豆腐也是他介绍给日本人的 故事讲完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我现在就开始做个小道菜 不太热的 一般的菜 我现在就切成了 这个大小鸡蛋 这个大小鸡蛋 我现在就做了这个小鸡蛋 我把它的小鸡蛋 就做了这道菜 我现在就做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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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那如果有跟住我们的食谱做的话 不要害羞 记得tag我们 如果你想要我们分享什么料理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那边让我们知道 谢谢观看slipin小视频